好继续来看到去年的9月18号花东大地震 花莲县负里乡在墙镇中沦为重灾区 好在社会各界大力的相助 让地方上得以在最短时间内浴火重生 负里乡农会特地在东复禅寺举办感恩音乐会 负里乡918地震中年望悠秘境感恩祈福音乐会 东里国小幼儿园的小朋友身穿衣护 锦销军等单位的服装迎唱着听我说谢谢你的歌曲 向地震发生时辛苦付出的单位人员致谢 包括我们的台积电包括我们的持继功德会 包括我们台北的福人社包括我们的哈雷的俱乐部 还有包括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知名的这些企业 都对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物资 以及对我们的这些所有主体建筑 还有民众受损的房屋的部分 都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修缮的协助 918花东大地震 主震发生在111年9月18号2点44分 当时发生瑞士规模6.8震 地震深度只有7.8公里 震央瑞在台东县池上乡 瞬间火车翻了 房子倒了 大桥垮了 接着花东重灾持续涌现 灾情惨重 满目创淫 现在就是黄丹跟红丹的部分 有极少的部分的建筑 目前还民间还在复建 复建当中 他们到时候到年底之前 会把相关的费用 或者是相关的文件 会再报由我们公所 转由县政府来做一个救助救灾的一个动作 918地震发生已经一年 为了感谢各界热力相助 让灾区迅速浴火重生 复理箱农会及公所等单位特别举办 感恩祈福音乐会 现场200支蜡烛同时点燃 顿时赶走黑暗 带来光明 让大家可以重回案发时的震撼情境 在回顾中体会到孤立无援的感受 进而感恩各界前进重灾区大力相助的难能可贵 记者高中双福里相采访报道